16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 梁朝伟再一次成为亚洲影帝 更是首次从太太刘佳玲的手上领奖 他同时获得大会颁发 亚洲电影贡献荣誉大奖 而大陆影星汤伟 则是以南韩电影分手的决心 首度成为亚洲影后 请看我们的记者李锦华 来自香港的报道 Oh my God Tony Lanty 梁朝伟已封在起司 用灯亚洲影第四季设计之后 第二次称帝 更是历来首次由太太刘佳玲 亲手班长 想都没想过自己会得到这个张 我没有准备什么 speech 所以请吃光 多谢大家 梁朝伟同时获大会颁发 亚洲电影贡献荣誉大奖 表扬他40年演艺生涯的陈州 五度成为香港金像奖 及三次金马奖影帝 他好就一直都好 在你心目中 你们不觉得他很好吗 真的很好 或者我在我心目中 他是最好 其他演员都好 所以都应该是给鼓励其他演员的 而大陆影新汤围 则以南韩电影分手的决心 首次获得亚洲影后 分手的决心和最佳电影 Drive My Car 分别赢得三项大奖 最佳导演是南韩电影 孩子转运战的四肢愈合 而从童心 武师 演员 到导演 监制等 重影60年的洪金宝 货帆终身成就掌 日本影新阿布宽 货帆卓越亚洲电影人大奖 他同时获得走红坛的最佳川左奖 韩辛慈昌恕 货帆AFA新生代奖 而多位台湾新生代电影人 也有出席颁奖礼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